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奇葩的小故事 因为video也属于艺术的范畴 所以在座的各位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觉得吃力呢 是因为你们还不掌握艺术这个领域的很多规律 那么接下来我会用我的艺术之常 分享给大家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干货知识 在这里要插播两句 这两天我没有出镜也没有说话 所以很多朋友就催我出镜 也催我说话 那么在我的概念里呢 我认为艺术呢有三个境界 那么人生呢也有三个境界 所以呢 现在我也很无奈的接受这个现实 我目前还不能靠脸吃饭 还是要靠嘴吃饭 于是呢今天我就出镜了 在这里插播一句啊 我在Velot第65期中成功的预测了一个事件 就是美国大选的事件 大家也知道这几天最重磅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今年最大的一个瓜呢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事件 当时我的预测呢和很多自媒体的预测呢完全的格格不入 因为我当时从天象和运程来看呢今年呢众星逆星 所有的事情呢都藏着变数 所以我对大家说的某某人一定胜选的这个结论呢我不看好 于是呢我在第65期中抛出了我自己的预测 那么从现代的迹象来看呢我有可能会预测成功 如果我预测成功了那就证明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玄学是科学不是迷信 第二点就是说我不单单可以预测明星的运程 我现在还可以预测正要的运程 那就代表我的个人水准呢又上升了一大截 如果预测错了也没有关系 那就说明我在有些领域还需要学习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结果请大家不要攻击我 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有病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遭受病毒所害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我一句话 就是今年千万不要出门 安安静静的把今年过完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这个频道和政治无关 我也不做任何政治的东西 请大家不要误解 我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历众多国家的新旗见闻 还会对明星运程呢进行一个预测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请一定记得打开小铃铛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也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小铃铛是否开 我在这个月的时候呢 可能观看时长就会达到4000小时 所以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世界上对于电影的最高奖项 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呢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法国嘎纳金棕旅大奖 第二个是威尼斯金师大奖 第三个是柏林金雄大奖 这些电影节呢 我陆陆续续呢都有过参加 如果日后你们哪个人火了 请你们一定不要忘记 有一个叫张张的朋友 告诉过你们这些专业的知识 希望你们记得要定时来看我 今天的内容呢分为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纠正一些 大家对艺术领域存在的误区 以及错误的概念 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来告诉大家一个根源 就是为什么一些YouTube的大博主 他说99%的频道都会走向失败 他的根源是什么呢 他的根源呢就是艺术专业的学生 他的国际就业率不会超过9% 也就是说你是这个专业毕业的 你是这个名校毕业的 但是并不代表你拿到了这张文凭就可以养活你自己 或者是拥有一份高薪的收入 或者是你可以买房买车 或者是你可以孝顺父母 或者是你可以盆满博满 这些什么都不代表 这就是那些YouTube大博主说这句话的根源 你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才能找到你的突破口 第三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国际电影节的专业术语 以及基础知识 因为你必须拥有这些专业术语和基础知识之后呢 你才有可能听懂我之后讲的这些故事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video也是艺术的范畴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了 但是你们却对很多的艺术规律非常的欠缺 所以你们才会感觉到力不从心 所以我接下来的分享呢全都是干货 会对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认真收看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 我们纠正的第一个错误概念是 演员都是没文化的 他们的私生活太烂了 今天结婚明天离婚 或者有些人他有很多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 这些人不值得一提 错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 生活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 他们结过婚离过婚 或者有多少个女朋友 这都是他的生活 并不影响他的艺术成就 这是两个概念 你必须分开而看 否则呢你就无法学习他身上优秀的地方 因为呢玩电影的人呢 他都是高智商 德普 莱安纳多 安吉利亚 朱莉 他们都是4000万美元俱乐部的 也就是说他们拍一个片子的薪酬是这个数 那么他们既然可以赚这么多钱 那他们的智商和情商不可能是零 所以呢我会分享一些明星的人生智慧给大家参考 然后纠正第二个错误观念 然后说第二点搞艺术的人呢 他都是多币种人才 这句话是我的原创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智慧是挖不完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可以和各个国家对接 他们赚到的钱是多币种的一个回报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人来说 他们是很优秀的 他们身上的智慧是挖不完的 你们一定要学习他身上优秀的地方 有的人会问我就是为什么别人的东西拍的那么好 但是自己的东西呢感觉就是哪里哪里呢都不对味道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对方掌握了一些艺术的规律 以及他的付出比你多 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也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电影节 然后我也知道很多 然后我也熟悉很多的领域 既然我都懂这么多了 为什么我还不成功呢 是因为这个圈子竞争太残酷太激烈了 然后纠正第三个错误的概念 艺术属于上层建筑 既然是上层建筑呢必须是吃饱饭才能玩的 那么video呢也属于艺术的范畴 那么你们做video的这些人呢也属于艺术家 既然是艺术家呢就要把你们的范儿拿出来 我记得我曾经老师上课的时候呢就经常对我们说一句话 别忘了你们是搞艺术 你们见到明星的时候别跟三孙子似的 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范儿给我拿出来 这句话很重要 大家仔细品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 它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的作品中不要流露出你非常渴望得到这个YouTube的回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流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艺术的工作当成一个正常的发工资的回报的工作去对待 然后纠正第五个错误概念 你们现在已经是艺术家了 而且你们比一般的艺术家呢要牛逼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粉丝有市场 有的艺术家呢他辛辛苦苦呢拍完了一个作品之后呢 没有一个粉丝来看他的作品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你们比艺术家要牛 那么既然你们已经是艺术家了 所以呢你们要具备艺术家的思维和艺术家的格局 这一点很重要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一单有一个著名的大导演叫做安东尼奥尼 他有很多著名的影片 他的著名影片都是分别拿过 嘎那电影节 威尼斯电影节 柏林金雄电影节 大奖的影片 那么名气这么大的一个大导演呢 他在去推广他的电影 他在去走市场的时候呢 他可以做到像一个平凡人一样 那么敬业 那么认真 然后那么虚心 他在飞机场转机的时候 他没有心思吃饭 他就用冷的汉堡包来冲击 然后为了到下一场电影的首映式上 去跟观众握手 他曾经对待一位身份是杂货铺的一个店员 对他的电影提出尖锐的批评的时候 他能虚心到让他的助理 把每一句批评的话都记录在小的笔记本上 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对他粉丝的厌恶 对他支持寡漏的奚落 对对方身份和阶级低下的取笑 没有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学习 那些优秀的人身上优秀的东西 这样呢 你们才越来越具备艺术家的范儿和艺术家的格局 这个很重要 第六点 目前呢你们每一个人的频道呢 就是一个电视台 但是没有一个电视台 它只有一档栏目 比如说它只有一档美食的栏目 或者只有一档音乐的栏目 或者只有一档旅游的栏目 从这一点而言 你们要思索一下今后自己的频道方向 以及它的饱满程度 这个问题我提出来就是给大家探讨 以上六点非常的重要 它纠正了六个错误的概念 假如日后某一天你们火了 请你们一定要记得有一个叫张张的人 他告诉了你们这些专业知识 今天呢就先到这里 接下来一期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梁朝伟张曼玉刘嘉玲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故事 以及呢在最早的时间 某一个公司参加国际电影节呢 他们通过海陆运输运送电影胶片的时候 真的遇上了加勒比海盗 故事非常的传奇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那今天就这样吧 很高兴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了精彩的时光 千万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 也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小铃铛是否开启 我们下期再见